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融软实力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谈 一个非常火热 但是又热腾腾的消息 应该说一个产业的一个 很多人不了解的新名词 好 那开始之前的话 大家记得要先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因为大家很想了解很多话题 但是一定要怎样订阅我们的频道 所以的话还有这样小铃铛也要打开来 好 所以先把这些东西完成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这两天非常火红的一个名词 叫做超导体 有多厉害 真的还假的 我们看下去 好 我们先来看看超导体 那超导体呢 来最近呢 韩国的科学家发了一个论文出来 那么呢 这其实不是第一次 有科学家发论文 但是这一次呢 可信度跟可行度 看起来是大了 非常的多 所以呢 他弄了一个呢 叫做长温长压超导体 那么叫做KLK99 好 那就震撼了整个投资界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先看到第一个呢 这是美国的超导体的股票 那一天就给你标六成 六成 所以没有涨跌的不限制也蛮好的 一天可以赚这么多 好 那我们来看看呢 什么叫做超导体 好 那讲超导体之前就要先了解 所谓的导体跟绝缘体 好 大家知道一种东西叫做导体 导体呢 就是电流可以通过 也就是会导电的 另外一种叫做绝缘体 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电流 不能导电的 所以我们就有个叫半导体嘛 半导体就在中间 好 也就是说呢 它导电性是介于其中之间 然后呢 它可以通过一些调整 来决定你要导电性多一点呢 还是绝缘性多一点 好 那么超导体是什么 简单讲它就是超级导体啦 也就是说呢 它比原来的导体又要更强 但是呢 它又具备了一些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呢 第一个没有电阻 那没电阻有多重要 大家知道电阻的意思是什么吗 电阻就是呢 你电流经过的时候呢 它就一直给你耗损 所以呢 你电流经过的时候 会耗损掉 会一路耗损下去 然后所以的话 你的电力等等之类 到最后的时候 它就不会百分之百 所以零电阻的意思就是 它可以摆百分之百的通过 它不会发热 就想到散热 好 这就是一个题外话 但是百分之百通过的话呢 那就表示呢 它的效率又可以更高 另外一个它就是抗磁性 那抗磁性它就排除磁场 所以的话呢 它会让磁力线完全不能通过 像是用在磁物列车等等 好 那你看那个优势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呢 这就可以让整个电力的效应 大幅提升了嘛 是不是 然后呢 再教它又改变 可以改变很多 现在有既有一些规则 可是这东西其实如果只讲超导体 它其实不是一个新名词 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有了 只是呢 原来的超导体呢 它都是什么 它没有办法常温常压 也就是呢 以前超导体 它就要在极低温 要不然就是超高压 极低温跟超高压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是零下什么两百多度 或者是那种接近地心 接近地心的那种高压 它才能够运作 那这样不是不能做啊 问题很贵啊 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怎样 没有办法应用在实际上的 对 实际上的生活 你可以用 但是真的会用到很高的成本 那就好像说 我们看到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机器大家看过嘛 都超级大台对不对 它超级大台就是因为它用了超导体 那但是因为超导体 它必须在极低的温度之下 所以它就用液态氦 那液态氦呢 它就用很大的体积啊 所以它才要到这么大 如果哪一天它可以变成 长温长压的超导体的话 那它就不需要这么大的体积啦 所以很多东西都会改变喔 所以呢 这次呢就是呢 用特殊的合成方法 然后而且是常见的材料 就可以在室温跟一般压力的情况下 长温长压达到超导体的特性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啦 那投资界会这么疯狂当然是起来有志啊 因为这个应用是非常广喔 它不只是用在一般我们的生活里面 甚至包括连量子电脑都会 然后呢包括节能 这个也会用到 然后再来大家想到现在我们科技一直在进步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这种资源使用上的问题 包括散热的问题啦 这一些可能也都会影响到 所以它影响面很广喔 包括刚刚讲的磁路列车啦 这个核共振的成像等等 还有核融核发电 这全部都是新的科技喔 所以它会促进这种新科技的成型 那很多人就说那它会改变什么 它改变的范围讲起来就很大了 因为第一个它可能就颠覆现在的生活了 那再来它在应用面 好几个东西都可以扩大 然后呢它就 如果真的常温 常压 成型的话 那这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喔 因为大家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第一次的时候就蒸汽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第二次的时候发明了电嘛 第三次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入了资讯时代 对不对 电脑时代 那这三个现在的话 如果真的成型的话 超导时代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所以现在大家就等着看 这个如果真的成型的话 那铁定拿诺贝尔奖啦 一定是拿诺贝尔奖的啊 因为这对人类生活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好 所以呢大家简单看完这故事之后 心里就有很多问好了 有什么相关的股票呢 那相关股票的话 我们把这个比较有直接相关的写一下 那包括像第一桶 太明 金义鼎 大臣 华兴 华龙 大雅 还有太空梭 好 这里有好几档 那我们就挑几个来看一看 好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桶好了 好 第一桶 骨架还是直接就分出去了嘛 那第一桶你要注意就是说第一个它是纯度最高的 在铜上面的最大的 也是纯度最高的 然后再来第一桶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骨圈很集中 有没有看到最大的股东就已经占了快要四成了 所以骨圈很集中 然后你如果从日线看它刚打底上来 对不对 这底线已经打完了 那现在突破短期均线 那你如果用周线看它其实也算低档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有往上调整的空间 因为第一个你很低嘛 这大家要知道有新应用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它会把它的本益比拉高 就是说至少你本益比会先调整嘛 那本益比调整 股价空间就先出来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另外一个是叫做泰铭 那泰铭呢 简单讲就是铅最纯 我们来看呢 它东西里面的话 铅钉铅合金 92.% 92% 所以呢 它是纯度最高的 然后它也是市场里面比较少的 因为我们市场上铅的股票比较少 因为草导体本身呢 就是 它的组成里面就是铅跟铜 那所以的话 简单讲它像弯概念股 就是在这两个方向 所以泰铭的话 我们看它的走势来说 它一个就是它的获利 其实它本来获利就不错啊 所以这基本上本益比就可以调整了 因为你第一季就已经一块钱了嘛 对不对 而且它算是蛮稳定的公司啊 所以第一个就先拉本益比了 所以短线上看到这个是均钱的汇集 所以呢 这次就带来一个全新的气象了 那再来还有看看1605 160是华欣 那华欣也是 那华欣就是铜相关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华欣它的获利其实也不差 我们看它的获利 第一季的话也算我蛮多 对不对 不过铜本身来说 其实整体是开始慢慢上去 因为大陆开始在振兴经济了嘛 所以第一个 大陆的振兴经济对铜需求会有帮助 那再来电动车也要用到铜 对不对 电动车也要用到铜嘛 所以基本上整个产业是慢慢上去的 那它有个好处是很低档 我们来看看日线是非常低档 对不对 所以这是股价很低档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有平满的空间 因为上次它在这么低档的时候 后面也上去大波 是不是 而且这波还走得还蛮大的 从30块钱左右就冲到螺氏机 好 所以它获利第一季还OK 因为第一季就已经五毛多 所以你用40块钱来看的话 那其实本益笔是比较低的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到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金益笔 金益笔也是很漂亮就直接喷出去了 这个也是均线合一 就所有均线粘在一起嘛 粘在一起喷出去 那获利也蛮好的 它第一季就1.25 所以第一季1.25 股价50基 那本益笔就偏低 好 那我刚刚讲 这个本来就会往上调整 因为它本益笔基本上就有合理可以上修的空间 那加上它的子公司也蛮厉害的 对 它子公司做焚化炉那一家 那一家其实表现也很不错 所以这几个来说的话都是多头的走势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的话还有谁呢 那我们再看一档好了 我们再看一个是大臣 大臣其实如果你不讲这个题材 它本来也就走多 因为呢来看看它的数字也不错 它第一季的时候就赚了9毛钱 对不对 然后第二季就往上 然后再加上它毛利上去了 我是说第二季毛利 所以它第二季毛利上去之后 保守孤第二季保守孤 应该都可以看两块钱甚至可能超过 那你股价现在多少钱 61块 61块的话呢 本益笔就是十倍都不到 而且它又跨进了一些东西 它跨进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大概跨进了宠物市场那一块 它宠物市场里面 那一块其实市场也非常大 而且它品牌超多 如果讲大臣的话呢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自己自己上官网去看看 你会发现它其实东西真的不多 因为它东西它品牌一大堆 一大堆的品牌你看到蛋等等 但本来就是它相关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些餐饮其实也有 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宠物品牌出来了 所以来这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好几张股票其实是 应该说粉一笔调升就可以涨 单单调PE这一点就可以涨 因为它本来的话就相对PE没有这么高 所以相关的股票呢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基本上呢 这台股相当有趣的一个新的话题 其实也是我们科技结果 我们生活里很重要的新话题 所以呢来大家就注意 如果还有什么任何问题 或者你有其他想知道的 或者你想补充也没关系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了 然后记得呢 最后还是要干嘛 按赞听的跟分享 然后还是要干嘛 小铃铛记得赶快把它打开了 好想知道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